化妝没有说绝对对或者是错的 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如何根据不同的脸型去画开红 今天呢我示范画三红 我会画的比较深一点 就让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你要找出这个颧骨的地方 压上去 往下拉 再勾回上去 重复几次 就是一个C字这样子 它有拉提的效果 几乎任何的脸型都适合画 第二个非常普遍的方法就是 笑一笑然后画在那个苹果底上 通常就比较适合长脸的 像我就是属于长脸 或者是呢 脸会比较瘦的人也是适合画 轻轻的笑 轻轻的拍上去 就会很自然 笑的太用力的话呢 你就会画到连这里也画了 好 当你不笑的话呢 你看到腮红就会掉到下面来了 对咯 圆形或者方形就不太适合 不太建议画在苹果底上 就第一个方法是最适合的 第三个方法 就是晒伤妆 很有个性的感觉 就只适合 非常瘦的 颧骨不算太高的人 因为他会 把这个地方给拉长 像王菲他的脸是非常的瘦的 他是属于瓜子脸 所以就很适合 从这里 拉到去这里 横向 紫 紫 紫 好 如果说你硬要画一个在上妆 可是你的脸又属于很圆 或者是不一定是圆 就是可能这里会比较宽的人呢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非常接近眼尾的这个地方 从太阳穴的地方 往下画 再往上画 所以它是一个C字哦 这里是提起来的 因为重点都在这里 同时呢 它也是一种很个性的画法 接下来呢 如果说 这里比较宽 可能是放心脸 或者是脸比较圆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嗯 嗯 就是那个骨头 下面 这里通常我们就是要它瘦进去 这里 再拉回上去 然后来回 一直来回 你会看见 这里是凹陷下去 不要太过贪心哦 脸已经够瘦了 就不要再特地 再让这里更瘦 如果这里感觉 世界上是太过凹的话呢 其实你整体会让人家 觉得很憔悴 所以会有反效果 好的 接下来这个方法呢 也是比较个性的一种画法 比较适合 星星脸 就是 长得 很可爱 很甜美的 眼睛长得大大的 那我本身觉得我自己画这一款彩虹 很 不懂要怎么讲 就是很奇怪 给大家看 下眼线 这个部分 这个感觉就比较日系 对 就对啊 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这样画 就对啊 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这样画 那记得哦 化妆没有说绝对对或者是错的 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方法 可以 画出非常美丽的妆容 以上就只是一些建议 最重要的就是呢 知道自己的优缺点 要放大自己的优点 然后呢 把缺点给缩小 好啦 还有跟随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可以忘记 subscribe 留言 按赞 还有分享 谢谢 啊啊 还有跟随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按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